加拿大多倫多市市長福特說 自己已經很幸福了 加拿大多倫多市市長福特 是個有名的隱君子 人稱大使怪的他又暴走了 暫次成為媒體攻擊的劍靶 這禮拜他在市議會宣布 自己購買非法藥物 議員接著向警察爆料 福特想吃了自己的員工 不適應你聽 最後一位是Olivia Gondak 說我喜歡吃她的屁股 Olivia Gondak 我沒有說過 在我的生活圈內 我沒有說過 我半天結婚了 我沒有足夠吃到家裡 連好萊塢男星查理星 都加入了大使怪的行列 對於布什的網路報導 查理星對福特伸出援手 並表示同情 福特說她不會下台 但會想辦法借足 實在沒人比查理星更適合拉她一把了 這位人生勝利組 最會在大眾面前表演崩潰了 如果這還不足以讓福特成為好市長 或許她應該跟查理星去演雙簧 你對福特有什麼好建議 史賴著不下台也沒用啊